中央社记者许志为台北7日电107学年度大学指考将于7月1日至3日举行,大考中心金 便表示,5月8日至24日受理报名,今年取消至发准考证,国文考科改为全卷阶选择题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发布新闻稿表示,107学年度指定科目考试定于7月1日至3日举行 5月8日起至24日受理报名,配合个人申请管道真实作业延后,今年指考报名日期也比去年往后移,且需于报名期间完成报名资料确认 报名指考的考生,高三在学生疑虑经由就读学校办理集体报名,其他具备报考资格者采个别报名,可为托经政府立案的升大学补习班办理集体 报名,报名时应依简章规定缴交照片并完成缴费,归于规定期限内办理报名,缴交照片及缴费者,即视为未完成报名手续,于期盖部受理 大考中心表示,考生完成报名手续后,务必在报名期间确实合对报考资料,包括考试地区,报考科目,冷气市场选择等重要资料,报名日期截止后,不得要求更改 根据大考中心决议,第107学年度起,取消至发学科能力测验,高中应语听力测和指定科目考试的准考证,改于考试前即发考试 通知,考生与指考当天务必携带简章规定的有效证件证本其中之一应是身份证,复照片健保卡,居留证,护照,驾照 大考中心表示,依教育部核定的大学多元入学方案决议,第107学年度起,国语文写作改为独立诗策,因此指考国文考科不在 考试选择题,改为全卷选择题,指考成绩提供大学考试入学分发招生使用,考生报考前务必先了解志愿校系要求采集的科目 编辑,管中为1070507